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瞬间自爆本命摩世 借此重伤修罗王为百战玉赢得一局 而在此之后 大罗天玉直接落入下风 毕竟最后一场 百战玉的琴碑显然是远远超出了大罗天玉这边 这位无人知晓的新任统领 但是就在所有人都抱着这种心态的时候 第三场赌斗 那看似必败无疑的牧尘 却直接扭转了战局 反败为胜 让所有人都目瞪口呆下来 谁都没想到这个实力不过二品至尊的年轻统领竟然能够在这种时刻力挽狂澜 不仅为败反而反败为胜 击败了半只脚踏入四品至尊境界的琴碑 也正是因为这场出乎意料的赌斗 直接让大罗天玉扭转局面最终取得胜利 这种结果显然是有些滑稽性的 毕竟在最开始的时候 恐怕不会有人想到 这关乎大罗天玉颜面的一战 竟然会落在一个小小的统领身上 另外呢 有关战局末尾 牧尘和玄天殿少殿主柳颜的对峙 也被传扬开来 这无疑又引来了一些骚动 当然了 这种骚动 大多数人都是把牧尘当成了那种 试图借助柳颜的名气上位的骄狂新人 毕竟和柳颜这种早已经声名响彻北界的 年轻一辈顶尖之人比起来 现在的牧尘 的确还缺了太多的火 即便他刚刚借助着打败 秦峰的秋风让自己开始声名雀起 可两者之间相差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 不过不管别人怎么样 至少那个原本在北界默默无闻的名字已经在北界当中传播开来 不少事里都知道在大罗天狱当中出现了一个潜力极为不错叫做牧尘的新任统领 虽然他们并不知道这个名字在这天才云集的北界是否会昙花一现 但是至少现在的它已经开始绽放了一些光亮 而这颗新星未来是否真的能够响彻整个北界或许还得看它是否真的能够把它的潜力转化成真正的实力 而显然在不久之后的龙凤天中所有人都将会见到答案 因为在那里那天玄殿的柳颜少殿主必然是不会放过他的 在大罗天狱与百战狱的战争消息传递在北界的时候 牧尘倒是在九幽宫当中享受着战争之后的平静 虽然如今的九幽宫因为要接受大量的城市显得忙忙碌碌 但是因为有唐兵大总管的存在 这些事情却完全不需要牧尘和九幽来操心了 另外呢 在战争结束以后 九幽宫的所有人都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地位似乎在大罗天狱当中不断的提高 那些以往的风言风语彻彻底底消失不见 甚至连其他的诸王势力见到他们也会客气相待 甚至呢 连素来看他们九幽宫不顺眼的血鹰殿 这段时间都尽量的避着他们 哪还敢像以往那样用蔑视的目光打量他们呢 造成这种改变的原因 自然是因为他们九幽宫在这场战争当中的优秀表现 当然了 更多的是因为大罗御主最后出面保下牧尘和九幽的那一幕了 大罗御主乃是大罗天狱当中唯一的主宰 他的话就是绝对的命令 即便是桀骜的血鹰王 也不敢在御主面前有丝毫的交况 而如今御主显然是表现出了对牧尘以及九幽的特殊观照 光是这一点就足以震慑住所有对牧尘不满的人 九幽宫的后山 牧尘盘坐在山峰上 他的双目紧闭着 周身有无形的雷霆在缠绕 隐隐约约有着像奸笑般的雷鸣声传了开来 那种雷鸣极为刺耳 而且也是拥有着诡异的波动 如果有外人在场 必然会因为那种雷音的侵蚀 进而心神大乱 而这种雷音自然就是幽冥心魔雷 此时的牧尘 依旧在借助着幽冥心魔雷的力量 修炼他从雷鸣渊深处得到的无上心魔精 那种奸笑般的雷鸣 足足持续了一个时辰 牧尘这才缓缓地睁开眼睛 他的手掌摸了摸胸口心脏的位置 经过无数次幽冥心魔雷对心脏的轰击 他能够感觉到侵入心脏深处的心魔之力 越来越浓郁 只不过让牧尘有些失望的是 那所谓的心魔种子依旧没有凝练出来 可来这无上心魔精 果然是不容易修炼的 牧尘无奈地撇了撇嘴 不过也对 如果这么容易就能修炼成功 这无上心魔精也不会如此的恐怖了 他低头望向了下方的九幽宫 此时已经深夜时分 但是九幽宫内依旧显得格外的忙碌 借助这场战争 九幽宫也获得了大量的资源 在九幽宫的命令下甚至还招收了一个九幽宫预备赢 人数多达四千 当然这和九幽宫的战斗力比起来自然是差距甚大 不过整体而言 现在的九幽宫已经显得欣欣向荣 再也不复一年之前的那种死气沉沉 而这一切的改变都是因为九幽的归来 以及牧尘的出现 而对自己所带来的一些改变 牧尘也感到极为的满意 你这是幽冥心魔雷 就在牧尘沉浸在九幽宫的变化当中的时候 突然一道有些压抑的稚嫩的声音从后面响起来 牧尘已经连忙回过头去 就见在后方的一块岩石上头 身着黑色衣裙的小女孩正晃荡着白皙的小腿 小脸上有着一抹亚异之色 这个身影除了曼陀罗 也就是大罗御主之外还能有谁呢 牧尘见到曼陀罗连忙站起来 有些不太自然的咧了咧嘴 以前对曼陀罗太随便了 如今要表现的恭敬的样子 这让牧尘有些尴尬 你就把我当作是曼陀罗吧 曼陀罗金色的眼睛看了牧尘眼 他小手拖着腮帮子 而且我看得出来 就算我是这大罗御主 你也不见得心里会因此有多恭敬的 所以呢 你就不要再装了 牧尘尴尬的一笑 他会忌惮大罗御主的力量 但是想要他由心的恭敬 还真没那可能 不过虽然被曼陀罗看穿心中的想法 但牧尘呢 也是洒然的笑了一下 这次可真是多谢了呀 他说的自然是曼陀罗出面 保他和九幽的事情 你为大罗天狱立了功 如果转眼就把你抛弃了 难免会含了其他人的心的 牧尘摸了摸鼻子 这种话从一位帝至尊级别的强者嘴里说出来 难免是有些可笑的 另外呢 你帮了我 我自然会还你人情的 曼陀罗后面的话 倒显得用心许多了 这让牧尘有些哑然 感情在他看来 他帮他的那一次 似乎比帮大罗天狱这一次 还要来的重要许多倍 那 曼陀罗小手一挥 有一道红光掠向了牧尘 牧尘一把抓住 他低头看了一下 就见掌心当中出现了一只 晶莹剔透的玉瓶 玉瓶当中仿佛盛满着晶莹的液体 一股惊人无比的灵力波动 悄然的散发了出来 这是 这里面有二十万至尊灵业 这次和百战狱的三场赌斗 多亏了你才能获胜的 所以呢 这也算是给你的奖励了 牧尘被这个庞大数量的至尊灵业砸得有点头晕了 他们辛辛苦苦把雷魔宗给抄了家 才获得十几万的至尊灵业 而且这些至尊灵业他都没留下一滴 因为他清楚现在的九游宫是需要庞大的至尊灵业才能支撑他的发展 至尊灵业是至尊强者修炼当中必不可少的东西 拥有他就能够将修炼速度提升 而且牧尘想要开启大日不灭身的至尊神通 也需要海量的至尊灵业 可是现在的他穷得叮当响 这些天呢正为至尊灵业头疼呢 哪料到这二十万至尊灵业突然就砸过来 让他有一种晕乎乎的幸福感 牧尘握着玉瓶 虽然他想矫情一下拒绝了 但是最终呢还是撇了撇嘴 果断的将其收了起来 然后对着曼陀罗郑重的点了点头 说了一声谢了 曼陀罗从巨炎上站起身来 叶峰吹拂过来 那极细的长发飘扬着 令此时的小女孩看起来极为的单薄 他看了看牧尘 三个月以后 你会代表我们大罗天狱 参加龙凤天 而柳炎呢 必然会在那里对付你 所以你三个月的时间 我会亲自训练你 如果到那个时候 你达不到我满意的程度 我就会剥夺你参加的资格 他语气平淡 却有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话音落下 曼陀罗直接飘然而去 只留下握住玉瓶 一脸傻乎乎的牧尘 曼陀罗所说的训练 显然并不是随口一提的 因此啊 当第二天牧尘正在训练场上 检阅九幽位预备队的时候 就见到一身黑衣的小女孩踏空而来 最后站在一寸石狮子上头 小手抱在胸前 金色的毛子淡淡的看响木尘 见过玉主大人 曼陀罗的突然出现 也令训练场中诸多九幽宫的高层急忙行礼 甚至连九幽也弯身恭迎 曼陀罗轻轻的扁了点头 然后他看向牧尘说了一声 随我来吧 牧尘苦着脸庞 他没想到 曼陀罗行事竟是如此雷厉风行 昨天才说过的事情 今天就打算真正的动手了 不过既然曼陀罗都亲自来了 他自然也不敢不给面子 只能和九幽把事情说了一遍 九幽听完 曼陀罗的意思竟然是亲自训练牧尘 他的眼睛里忍不住的掠过了一抹惊讶 他在大罗添狱也算是有些时间了 自然是很明白 这位御主大人平日里是何等的不易接近呢 他根本就不会对任何属下有过多的关注 更何况这种亲自花费时间来帮忙训练的事情呢 而且以前他们大罗添狱也不是没人去参加龙凤天的 但那个时候也没见御主亲自出面 顶多是让三皇给予一些资源 所以这样一对比起来 大罗添狱对牧尘的关注显然是有些让人感到匪夷所思的 你啊 可别得了便宜又卖乖 既然狱主有意栽培 你可别辜负了好意 能够得到一位帝制尊级别的强者亲自指点 那是无数人求都求不来的天大的复原 牧尘无奈的笑了一下 他自然是知道曼陀罗的指点是何等珍贵 只是一时间有些不适应他这高高在上的身份 曼陀罗倒并没有多说什么 眼睛看了牧尘一眼 转身踏空而去 牧尘和众人打过招呼 也赶紧跟了上去留下那满地羡慕的眼神 大罗天的高空上 曼陀罗小脚轻轻一脉就出现在了千丈之外 在他身后 牧尘化为流光积极的跟上 不过牧尘不论把速度催动到多快 都始终无法把前面的那道娇小的身影 超越过去 而曼陀罗也像是察觉到这一点 他这才放缓速度和牧尘并排而行 在天空上 时不时有着诸多大罗天狱的强者掠过 当他们见到两人的时候 都急忙的行礼退避 等两人远去以后 这才惊诧莫名的望着牧尘远去的身影 他们显然对于牧尘这个小小的统领 竟然能够和大罗御主并排而行 感到震惊 我们去哪儿啊 牧尘望向曼陀罗忍不住的问着 曼陀罗金色的毛子注视着前方 他并没有回答 牧尘 反而问着 在这北界的年轻一辈当中 柳岩的实力足以排进前五 按照我的推测 现在的他应该是处于四品至尊的层次 不要把秦碑的四品至尊和柳岩相比 他不过是借助着丹药的力量 强行突破而已 如果让你和柳岩正面抗衡 他走不出十个回合 牧尘的脸色凝重了一些 他和秦碑是交过手的 自然知道这个对手的难缠程度 即便他拼尽手段 也在自身重创的前提下 才能显显的击败他 而现在曼陀罗却说 秦碑在柳岩的手里头 走不出十个回合 虽然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柳岩不是寻常人物 但是也并没有料到 他会强到这种程度的 这玄天殿少殿主的确是名不虚传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